画面中可以看到是在高雄的博尔 有两名游客是站在装置艺术前面 脸上是十分的慌张 手上还拿着一个木条 似乎是想把木条接回去 原来这两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 其中一人居然是爬上了这个装置艺术 疑似是不小心把这个木条给踩断了 正在想办法要接回去 而这个装置艺术 椅子月朴是艺术家严明洪的作品 又一千多张的国小旧的客桌椅 以及金属搭建而成 近乎三层楼的高度 是在场域艺术作品里面 让人透过视野看见作品本身 象征的记忆的过去 管理单位文化局表示 这个装置艺术当然是不能攀爬的 旁边也是有告示 现在造成的损坏 会评估这个维修费用之后 再向游客进行求场